哈喽KT瑞幸粉丝团的车友大家晚安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也是KT避震器的常客 那这台呢是BigTita涡轮版的 2016年这台是16年的涡轮版 然后安装的呢也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那车主今天刚好装了18寸的旅圈2254018 刚好旅圈轮胎都升级成18寸之后呢 来安装下一个步骤就是来安装KT的道路版的避震器 这台呢跟路上常见的一样 它有那个大包 这个是SR的大包 我们来看一下它前面的避震器部分 前面的话Tita之前有介绍过了 它的前面上座呢KT都有附一个上座 那阻尼的调整呢就从这个地方可以做阻尼的调整 顺时针往这个方向 这样就是变硬 逆时针就是变软 哈喽小猪晚安 这个Tita的拆装还蛮方便的 这里有上座有两颗螺丝 另外一颗螺丝呢藏在这个维修孔里面 所以这个4代的Tita还有iTita的话呢 它的前面拆装就不用像一代的Tita一样 要把这个试盖都拆掉 它的维修避震器上呢比较简便许多 从这个地方一颗螺丝两颗螺丝 还有这里面有一颗螺丝 三颗螺丝拆掉之后呢 就可以把避震器的上座把它卸下来 那它前面的部分的话 其实都还是维持原厂 唯一改装的就只有铝圈跟轮胎而已 那这个避震器呢算是第二个改装品 那前面的弹簧公斤数呢 我们有为了Tita拍了一个影片过 前面的弹簧公斤数用是用200长 6公斤NA版的还有涡轮版的都是这样的配置 那前面的像ABS感应线的固定位置 还有油管固定位置的话 都是仿造原厂的位置 那理载串的话呢 不用再换短的理载串 换短的理载串在设计上都是非不得已的时候 才会换短的理载串 那如果能沿用原厂的 当然是沿用原厂的会更好 那它的锁点的话都是原厂的高度 所以直接沿用原厂的就可以了 那它的理载串的长度呢 为什么原厂会比较耐用 因为它的长度比较长 它的转向角度比较小 所以就会比较耐用一点 如果把理载串改在这里 那也不是不行 但是理载串变短之后呢 它的捉动角度变大 所以它的球头机构 寿命就会稍微缩短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前面的部分 那前面的调整车高的话呢 并不是靠压缩弹簧来改变车高 是从这个地方把它旋松之后 这个蓝色的脚管呢 往下延伸 整体长度变长 它的车高就变高 脚管往上缩的话 它的长度变短 车高就变矮 所以它这一台的最低的车高的话 以这样的配置啦 最低车高大概是半指幅左右 那预计等一下原来的话 254018大概是配置 大概是五指幅再多一点点 所以预计降个两指幅 因为有SR大爆也不太方便降得太低 所以等一下的高度呢 大概会是三指幅左右的车高 那里面的主尼友呢 所选用的一样是意大利IP的主尼友 然后里面的油风 一样是日本人OK的油风 上部的这个轴承上座呢 这里有一颗轴承 里面的轴承呢 就是日本口友的轴承 这是TIDA前面的部分 TIDA 16年款的 是从17年吧 17年之后才改成IP打 18寸的李轩 米其林的PS4 这条胎还蛮均衡的胎 后面的话我们来大概稍微介绍一下 它的后面维修孔很方便了 后面的话从这个地方把它拆开之后呢 就有一个维修孔 主尼的调整呢 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主尼的调整 我手折到了 这样顺时针就是变硬 逆时针就是变软 调法的话呢 跟前面一样 那也不必再拆内饰板 直接把这个维修盖呢 把它打开就可以调整得到了 这个车主的车友的 TIDA车友的它的旅圈 原来是涡轮版的就是这一车 这一车它的品相还很好 如果有车友需要的话 在留言 或者是跟我们的小编联络 这个它的品相 这个原厂涡轮框 有很多NA的车友想要升级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后面的桶身部分 哈喽 陈勋你好 陈勋也是TIDA的车友 欧系车有的是贴在加油孔的地方 这里呢都会建议有一个拆压 像这个2.3 2.3的话换算成PSI 大概就是32.33左右 所以 那个凯翰说的35的话 其实还有一点偏高 所以建议 一般 不是特殊规格的轮胎的话呢 前面大概33 后面32 我们符合原厂的建议值就好了 好 再回到TIDA的后面部分 有问题的话就尽量问 后面的话呢 它的桶身 还有防尘套 那防尘套是做全罩式的防尘套 能全面性的保护桶心 这里里面有一个缓冲满头 当它降下来之后呢 这个防尘套就会全部都照住 而且它的是做的比较宽松 所以在这个局部的话 不会积水 所以不会积水的话 防锈效果就比较好 那油风的保护性的话 也会更耐用 那车高的调整呢 是从弹簧的上方 这个调整机构 是从这里调整 桶身的调整呢 主要是要搭配它 所以桶身的调整呢 不能调得太短 调得太短的话呢 它的弹簧预载过多 就会不好做 所以这个是TIDA 唯一有安装 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它的桶身不能调得太短 那这个地方的长短呢 并不会改变车高 有的对可调试变气 比较陌生的师傅的话呢 就会误会以为 后面的调整车高 是从这个地方 其实不对啊 后面的调整车高 是从弹簧上下方的 Hero Key来做调整 凯翰我知道啊 你是装我们KT的Artist 是在那个大雅的 立元轮胎安装的 对不对 我知道 对 15寸的Artist 10.5代的话 在驾驶座 打开 在左侧那里啊 有一个贴纸 可以建议一下 它的胎压值 大概也都差不多是 33-32左右啦 15寸的 这个是T打的后面 那后面的结构呢 BIG T打 还有IT打 还有一代的T打 它的后悬吊气筒 其实都差不多 可是如果是四门款的 四门款的T打的话 它的后面后轴配重的话 就配重的弹簧 就会配的稍微重一点点 一般来说是会 中到5公斤左右 谢谢凯翰的捧场 你的是Artist 这个是225 4018都已经升级18寸了 等一下会在留意 特别留一下胎压的部分 还有定位的部分 这是原厂塞下来的避震器 原厂的上座的话呢 KT就有附了 像这个这位车友的 它的是16年 它开了5万多 上座其实还没有坏了 但是为了避免使用 一段时间之后有问题呢 所以我们也都把上座 KT都有附上座 正常来说 譬如说日本一些品牌 它没有附上座 它就需要压缩弹簧 来拆掉上座来沿用 但这样对计时来说也有比较麻烦 那万一有意义的话呢 是原厂的上座有问题 这个上座替打的这个轴层也还蛮 也有一定的寿命 那万一使用了装上座之后 是上座的问题 或者是KT编线器的问题 就比较难理清 那KT的话呢 就都有附上座 所以有问题 就择无旁败 所以就是KT的问题了 前面的话已经前后都差不多安装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正准备要上轮胎了 17吋 凯翰的话 如果你的artist的话 换17吋的正确的规格 应该是2154 57 2154 57的话呢 也差不多都是33 32 原厂的有一些车 它的胎压会打的是 算是霸 2.2霸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2.2霸的话 从这里换算起来 2.2霸在这里 那也差不多是32 PSI左右 所以原厂建议值其实没有很高 原厂建议值的话都差不多是2.2 2.2的单位是霸 那如果换算成红色的这个PSI的话 就大概是32 33左右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开起来 也都是这个建议的胎压值 这个并不会太主观 因为原厂它就是建议这样的胎压值 不论是零上车系或者是Toyota车系 大概都是差不多这样 那当然有一些欧系车的 比如说施压续跑胎 或者是其他的胎不同的话呢 轮胎的胎压也会稍微有不一样 都可以比照原厂的建议 我们不要太主观 就依照原厂建议的棒数呢 下去施打就好了 这个是Beggatita 涡轮版的 涡轮版的变速箱呢 问题相对会比较少一些 全部都说 涡轮版的变速箱 NA版的好像听车友来说的话 问题好像稍微比较多一些 陈讯你的NA的铝圈 这个车友好像已经换17的XXR了 不然这个铝圈 那个车友的铝圈 原厂铝圈品相还很OK 但是原厂铝圈 之前的话 我装的话也都是有电子杯色 它的原厂的ET值比较小 如果电子杯色电出来的话 它比较起比较好看 对啊 陈讯对对对 你换了XXR 我忘记了 XXR的铝圈 它的J速ET值比较大 J速的话 ET值比较小 J速比较大 所以贴起来都蛮好看的 凯旱不用客气哦 谢谢你捧场我们家的产品 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线上直接问我们 谢谢 现在师傅开始在装铝圈了 因为已经安装好了 大概是中 我们好像还不到一个小时 因为替打车友 很谢谢捧场 所以我们安装的那个数量还蛮多 所以速度都很快 阿提斯也很快哦 阿提斯也还蛮捧场的 这样好像轮胎都变很黑 这样比较清楚 这18寸的 好我们准备锁轮胎 有准备把车子降下来了 所以今天的那个直播分享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好